Not Afraid Anymore 還能會緊張的旁形不錯 別離會旁人夢光 無條件進往 仍然相盼看 如明天有著各樣期望 Not Afraid Anymore 如再次見到亦未尚不錯 估出過 尋找過 迷失過 常追錯 認真過 剩下一個 最不枉的結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沈振軒 我是響學段的主音紫晴 我是莫凱謙 我是Rex Ma 今天我們在這裡要介紹我們的新歌給大家 《不枉》 為什麼我們會作一首歌叫《不枉》呢? 就像我們喜歡音樂的人會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會做我們想去追的夢 不枉就是追不追了一成 或者過程是多辛苦 最後是怎樣也好 最重要的過程是不枉 不枉 音樂就好像很有互相吸引 就像剛才Sammy說 我們喜歡音樂就會結合在一起 有一個同性相吸引 是我們大半年前開始在街邊玩Busking 今天有自己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其實回想起來是很過癮的 因為我們開頭是純粹是… 因為現在香港… 之前我們差不多一年前 一年前、兩年前 香港開始有很流行Busking 多了很多音樂人會在街上玩 自己玩樂器、唱歌 有一天我跟… 其實我本來就先找Andy 我們就說不如兩個就…很簡單 搞一場 普普通通搞簡單單單 最重要是玩得開心的Busking 因為我們都喜歡唱歌 不如出街唱吧 然後那天Andy就找了謙謙來 一起做結他手 一起唱 但一夾就已經… 咦? 正啊 然後幾個都是… 不要理會那個… 我們不是真的當一個show 我們真的喜歡玩音樂 就走出街去做一個音樂的sharing 之後呢 就做一下做一下 最後就想起小提琼 因為我們這一壇東西 我想說我們這個組合 我們特別之處就是 可能大家很少會聽到一些Busking的人 會在街上會有圓樂的 是的 所以Rex 的圓樂是令到我們的… 這個Busking是我們的特色 也都在我們的歌曲裡面 好像這首歌 就是我們做了一年時間的Busking 接著我公司提議就說 既然我們玩得那麼開心 不如嘗試寫一首歌 是記錄下我們這件事 亦都是說怎樣… 你們真的喜歡音樂 怎樣去追夢的一件事 那就寫了不枉的歌 這樣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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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